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名字叫做叶善和 人称华侨活化石 他正在接受广州市政府颁发的藏品证书 你可能会好奇 华侨活化石这个称为可不得了 那他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一位学者吗 不尽然 老奶奶今年已经是107岁高龄了 她的一生可谓是见证了华人在加拿大百年风云变幻的历史 前不久 老人将一批记录了加拿大华人历史的珍贵书籍相片等资料 捐赠给了广东省华侨博物馆 由于年事已高 老人行动不便 捐赠仪式是在老人多伦多市的家里举行的 你看 画面当中老人手里拿的就是他的丈夫张胜干 1920年抵达加拿大时所用的移民纸 以及加拿大联邦总理哈珀赠予他的就当年加拿大政府收取华人人头税仪式公开道歉的演讲稿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史料 为了表达感谢 广州市政府给他颁发了藏品证书 老奶奶的一生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 她是1906年出生于广东恩平在佛山长大 1923年以加拿大归来的广东开平人张胜干结婚后不久 张胜干回到了加拿大 两人这一分开 您知道吗 就是27年 这其中丈夫只回来过四次 为什么呢 就因为这个人头税 1885年 加拿大政府颁布了歧视性的华人入境条例 根据这项仅针对华人的法令 每个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都要额外的缴纳50加元的人头税 华人成为了唯一需要支付税金 才能够进入加拿大的这样一个人群 1904年人头税增加到了500加元 这相当于普通人两年的收入 也就是说丈夫每次回乡 两年就白干了 无奈之下 两人只能用这个书信 寄托彼此的思念 2006年 时任加拿大总理哈珀 就人头税问题向华人正式道歉的时候 叶善和还受到了总理的特别接见 叶善和老人的一举 也是得到了包括加拿大政府在内的各界的广泛赞许 让我们铭记那段历史 以示后人也祝愿这位老人健康长寿 下面来关注一条法国的消息 巴黎西南的勒芒是一个大约有20万人口的商业小城 而它之所以文明局势全都要得益于一项比赛 那就是勒芒24小时耐力赛 前不久2014年度的耐力赛又在这个小城举行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比赛多了华人的身影 你看就是他们三个 成飞 董和斌和方俊宇 虽然是第一次闯入这项赛事 但是仍然在56个参赛车队当中取得了全场第11位的这样一个排名 我来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个小伙子吧 出生于湖北武汉的成飞 6岁随父母到美国 12岁的时候第一次开卡丁车 就深深的迷恋上了这个赛车 大学时期的成绩优异 但是为了梦想 他毅然休学全身心的投入到赛车事业当中 这位呢 他是香港方城市赛车手方俊宇 得以为是香港最年轻的方城市赛车手 而这位是富有大赛经验的董和斌 他可是一级方城市赛车史上第一位华裔车手 这三个小伙子啊 今年组队成功的闯进了法国乐芒的总决赛 成为了这项比赛的首支华裔车队 那么乐芒耐力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呢 乐芒24小时耐力赛啊 和世界一级方城市锦标赛 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 并称为世界三大汽车赛事 而乐芒赛又被称为是最艰苦的单项赛事 一般的耐力赛啊 全程只有500到1000公里 而乐芒几乎达到了5000公里 他要求三位车手为一个车组 驾驶同一台赛车 完成连续24小时的竞赛 由于24小时耐力赛呢 只允许换员不换车 因此要求队友之间啊 又有非常默契的配合 因为我大部分是跑往上的 在往上情况比较危险 可是我们这个队相信我 那我来跑 可能最难的一局 虽然他们在比赛当中 没有取得特别耀眼的成绩 但是呢就像程飞所说的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你努力了 坚持了 早晚都会成功的 也正如这场耐力赛 他们的每一个终点 也是新的起点 我们期待着这几个永不言败 有巨大潜力的华裔小伙子 在这项欧美人占据的赛事上 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呢 转向比利时 来看 这是位于比利时 步履热来特市的天堂动物园 这个游客们呢 几乎把这里围成了一个水泄不通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他们两个 两只憨态可居的大熊猫 一个叫星辉 一个叫好好 看这两个傻伙啊 一个仰面朝天 躺在草坪上吃着东西 一个懒洋洋的卧在木梯上 都懒得动他 实在是太萌太可爱了 据了解呢 这两只大熊猫啊 是今年的二月份 刚刚从中国来到这家动物园的 他们一来就受到了 比利时当地人的喜爱 除了看大熊猫 当天吸引游客们的 还有中国日活动 现场的可以看到 富有中国韵味的 明月书法和茶艺表演 来自比利时 布莱恩拉勒音乐学院的小朋友们 还表演了央着舞 据了解 这个中国日活动呢 是由中国驻欧盟使团主办的 目的就是要让比利时的民众 更加近距离地感受中国的文化 活动当天 很多当地华人 不辞辛苦 开车一百多公里 特意前来感受家乡的气氛 不论是两只惹人喜爱的大熊猫 还是热热闹闹的中国日活动 对于欧洲民众来说啊 无疑都是一个充满了新鲜感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而对于身在异乡的华人朋友们来说 则更有一种久违的家乡味道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呢 再转向美国 画面上是纽约市林肯广场的理查德塔克公园 这里呢正在举办的2014户外音乐节 让纽约市刮起了一股动感音乐风 也吸引了大批民众在这里听音乐 看表演享受夏日音乐时光 太棒了 这个机会真的是很好 也宣传中华文化 这次户外音乐节呢 是美国亚洲文化中心和纽约中国芭蕾 金剧团联合主办的 一百多名演员参加了演出 从金剧到乐剧 从昆曲到民族舞 浓浓的中国味 让纽约当地的民众感到非常的新奇 一个月前刚刚从巴黎来到纽约的乌格斯 特意带着孩子来观看演出 活动的主办方表示 这次演出呢 特地加入了中西方结合的艺术编排 希望让民众感受到中西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我们的节目总是中西合并 那么很有风采了 那么不仅是中国人享受 外国人也很喜欢 今年是中美建交35周年 主办方呢 希望通过这样的民间文化交流 让更多的美国民众了解中国的文化艺术 好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西班牙 来看这张图片 这是西班牙国防部长和西班牙军队的高层 与西班牙军队绘画大赛获奖者们的一张合影 你仔细看 人群当中啊 有一张黑头发黄皮肤的华人面孔 那他是谁呢 他呀 就是华裔女画家杜苗 在这次西班牙军队文化艺术创作大赛当中啊 他凭借着作品 无处一举夺得了主题绘画项目的金奖 他也是第一位在这项绘画大赛当中获奖的华人 杜苗的作品呢 表现了一组冲锋陷阵的军人 他用红棕色表现出军人所向披靡的力量 土灰色勾勒出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为观者带来了强烈的视觉感官冲击 站在西班牙的这个群体画家 画家群体里面 我拿到这个奖 我真的是一种光荣 我是中国人 没有自己国家整光 杜苗1959年出生在北京 从小呢 就表现出了绘画上的天赋 杜女士和丈夫曾经到秘鲁学习工作 2000年为了实现绘画梦想 他们又一同来到了西班牙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 现在他在西班牙萨金特美术机构来教课 这个西班牙军队文化创作大赛 是西班牙国防部举办的 从1962年开始已经举办了52届了 今年除了杜苗之外 他的丈夫也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 就两位华人参赛 就获得了这样的好成绩 真的是可喜可贺 下面把目光转向美国 前不久纽约市议会通过了一个法案 要给生活在纽约的人发放市民卡 这个法案已经通过 就在当地的华人圈里引起了不小的反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先给您简单的介绍一下 什么是市民卡 在美国有一些无证的移民 他们由于没有身份证明 不能够办理银行账户 而且使用什么公交 住宿 就医等这些方面都非常的不方便 万一被抢劫或者是伤害了 由于怕身份曝光也不敢去报警 于是成了经常被打劫的对象 而颁发了这个市民卡之后 对于这些无证移民来说 有了一个身份和居住的凭证 就可以享受一些纽约的公共服务 和一些最基本的市民权利 可以登记 也可以收税 也可以知道有办法怎么样 可以知道有一个记录 就比较整个纽约市里是有一定的好处 其实最早在2007年的美国 就有城市发放市民卡 旧金山是在2009年成为了美国发放市民卡的一座最大城市 市民卡的好处显而易见 我觉得这个市民卡特别方便 当我刚来的时候 我必须要拿个护照到处跑 跑来跑去 然后很多地方出入都需要ID 然后左右的这个市民卡 我就不需要拿着护照 不过伴随这市民卡的发放 也有很多问题和争议出现 有市民就担心 如果这一旦纽约发放了市民卡 会让很多无证移民涌入纽约 过度使用城市资源 造成公共服务系统的超负荷 面对这个情况 华部商改区总监陈作周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相信他们假如研究之后 假如是说认为对他的这个好处 这个坏处的话 他还是会去申请的 目前纽约市呢 还没有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 这个市民卡今后要如何申请 能够享受哪些方面的服务 还没有定论 估计未来啊 还将面临很多问题 接下来自发目光的转向法国 我们来看一段戏曲表演 喜欢戏曲的朋友可能已经听出来了 没错 这就是被誉为中国百戏之组的昆曲 而且呢是昆曲当中的经典名剧 牡丹亭 画面当中正在表演的这位呢 就是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 魏春荣 这个表演是北京市文化局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为了庆祝中法建交50周年 专程邀请北方昆曲剧院 在巴黎皮尔卡丹剧场举行的 牡丹亭专程演出 昆曲啊 那可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有600多年的历史 在2001年就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 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演出当晚 座无虚席 掌声雷动 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不但当地的华侨华人来了 还吸引了很多法国当地人前来观看表演 主办方呢 为了把最好的艺术呈现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欣赏到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戏剧 当晚所有的演员都没有使用话筒音响 完全是原声唱段 而且呢 还在醒目的位置设置了法语字幕 这样细致的工作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 这次活动呢 除了牡丹亭专场演出 还有一个图片展 叫做风筝 精绣 剪纸展 展出的大多都是来自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比如说有曹氏风筝 精绣 剪纸 等等等等 不但有展出 而且呢 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现场进行记忆展示 让来现场的观众一睹 中国民间手工艺人 妙手生花的风采 最后把目光呢 转向格林纳达 据格林纳达卫生部门的一个通报啊 近期有一种叫做 肌孔肯雅热的病症 在加勒比地区是不断的发生 这个病症呢 主要是经医文叮咬而进行传播的 大家来看 图片当中啊 这就是罪魁祸首 这种蚊子呢 分布在全世界 种类有将近一千种 中国就有一百多种 大家都知道 这个黄热病 还有登革热病 就主要是通过这种叫做 医文的蚊子来传播的 肌孔肯雅热病的主要的表现 是发热 皮疹 以及关节疼痛 这样一些症状 目前还没有有效的这个治疗的方法 为此 中国驻格林纳达使馆 提醒在格中资机构 以及中国公民 要注意环境卫生 做好疾病的防控工作 如果发现了疑似 或者是确诊病例 应该及时的报告 如果遇到了紧急情况 一定要及时的拨打 中国驻格林纳达使馆的电话 好了 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就是这些 接下来一起走进 今天的华人故事 在澳大利亚 有一位华人医师 因为他的努力 让澳大利亚成为了 全世界第一个 为中医立法的国家 并且在那里 还设立了全球第一个 在西方大学里开设的中医部 这个人 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 林子强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城市 是维多利亚州的首府 华人人口数超过30万 林子强的中医馆 位于墨尔本的西部 诊所有上下两层 大约240平方米大 在记者采访林子强的时候 他正在为维多利亚州的 教育部长做诊断 非常好的 对手的疯狂 好看 我有两个疯狂 带到另一个疯狂 对手的疯狂 我还有无关的疯狂 对手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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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用疯狂的疯狂 但是它不太疯狂 我还用了一疯狂狂 这是一个工程的疯狂 在背上的疯狂 在澳大利亚,不仅教育部长很信任林子强,而且包括维多利亚州州长在内的多位澳大利亚联邦政要都曾经找谈美智 林子强深谙中国传统艺术,擅长针灸 除了他精湛的艺术外,更为澳大利亚人所熟知的,是他还被称为澳大利亚中医立法之父 因为他的推动,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为中医立法国家 而在这背后,他经历的无数辛酸波折,还要从他1978年移民到澳大利亚说起 林子强,海南省文昌建人,1950年出生在医学世家 他的外祖父是清末著名医师罗焕堂 1978年,28岁的林子强移居澳大利亚 凭借出国前的从医经验,他很快便在维多利亚州的墨尔本市开办一家中医诊所 1979年我是在楼上的,在这个楼上,我还是住人家的,现在就买下来了 那当时来看的时候,病人多吗? 那时候,其实我的病人比现在还多 那时候平均一天有大概14到50人 当时看病的都是什么人? 百分之九十多都是羊人 都是羊人 那羊人当时他认为? 当时我最早开始是做针灸,没做草药的 他们政府不承认中医是医生 他们都当我们是一种叫我们羊人叫crack 就是一种江湖骗子之类的 也有好的高手,也有不好的高手 那当时就怎么形容中医他们当地这边来写 当时是中医开始的时候,都是在杂货店里面一个角落 看看一种卖卖草药 也有好的学历的人,也有没有好学历的人 但最早都没有中国本科生的医生 到中国留学潮来的时候,就很多中国留学生来了 那时候也有很多是中医生了 那么来来慢慢的这个中医的质量就提高了 那么我就看了这一点 我们应该说中医是这么好的一个行业 不能够给人家当作一种账务片子 林子强说,早在三十多年前 中医在澳大利亚被认为是巫术 不被西方社会承认和重视 很多人指责中医 仅凭一根针一把草就治病救人 同西医相比 根本谈不上医学 甚至在一九八二年 澳大利亚政府想让出台法案 整顿中医行业 而这项法案一旦被通过 将给中医带来一场灭顶之灾 那是社会发展部 那么提议的政府就说 不是医疗的行业的人 就不可以使用拯救的医疗市场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就等于我们不能做的 当时他就真的 只要是医院之外的这些人都不能做 只有西医能做 那因为这种情形 就等于当法国一样 欧洲很多地方 西医可以做针灾了 中医你可以教他们 教完以后你不可以行医 从地下行 所以我这样子我很生气 我就 我那时候就找了很多人 自从大福尔文医学校也不睡 他就听说我病人不少 他就来找我 希望我在病人除了 将来找病人写信 到处找医院的人 私死这个法案不能通过 那么结果后来的 这个听证位上面 这个法案不能通过就没了 林子强和他的同伴 虽然暂时阻止了法案的颁布 但是他无法消除 中医在西方人眼中的固有印象 1985年 在林子强的妻子即将临产之时 他的中医医术 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因为我太太 比较那个 那个 就是有点 指控口不开 紧张 紧张 然后西医就想要开刀 那时候我是认真就出生了 当时你是提出来说我要认真 因为当时我太太不愿意再开刀 她不愿意开刀 她不愿意开刀 她就想要是否可以自然灵免 那时候西医的医生 我就跟他们问了 我的小孩 头乌啊等等 症不症长啊 痰疏症不症长啊 那个专家就说 一切都是正常的 只是那个 痰疏不开 指控口不张 她紧张 她越紧张 她越痛苦的时候 她越受得起 我说这样子的话 可能 针究有效果 所以就用针究给她 呃 呃 呃 那当时西医同一年进去找 这个专家医生可以让我进去 这是第一 所以也很公众 我来说出来了 当时医生 您当时有效果了 那当时那些西医接生医生 他们都可能 他们都都很高兴啊 所以不是每一个西医都这么样 反对中医的 林子强用针灸为妻子助产 震惊了澳大利亚的医学界 一些澳大利亚的医学专家 开始给中医刮目相看 因为这次事件 林子强首次将中医的诊疗方法 带入澳大利亚请留医院 然而好景不长 1989年 一部不利于中医发展的 澳大利亚联邦药管理法案 在联邦众议院通过 即将送入参议院审议 中医就不能用 因为我们没有计算 中医学了五六年 都不能用 就是说像器械就针灸 就针灸 就针灸 针灸 中医就不能用 因为我们没有计算 如果你不是住在医院行业 的话 你是不能用 那你等于是间接的 把你中医灭掉了 中医再次陷入危机 让林子强先醒认识到 问题的根源在于 澳大利亚没有设立正式的法案 保护中医 中医一天不立法 这个行业还是会随时面临被攻击 甚至取利的关键 但是立法是十分困难的事 首先一定要有高点教育 这样才能教育下一代 才有资格去请政府立法 1992年8月20日 在林子强的几经努力下 中国的南京中医奥大学 和澳大利亚的皇家墨尔本里登大学 联合设立了中医专业 西方第一个中医专业诞生 是中医正式进入了 西方主流大学的学术殿堂 这个皇家理工大学1995年 他们给我的一个奖状 就是感谢我在大队里面 创办这个中医系 他说协助皇家理工大学 创办中医系课程 这是95年的 95年 但是我们的系开办的是93年 93年 93年开始教育了 那么大到95年到96年 因为另外一个阶段开始了 因为95年成功了 在王家理工大学 引进这个课程以后 我就继续游说教育部长 衛生部长 说我们现在毕业生部就快出来了 然后你们不承认中医怎么办 他们的出路怎么样 所以必使政府来考虑这个问题 所以到1996年的时候 政府就开始要进行中医调研 立法调研工作 所以 办学只是第一步 立法 才是目标 但是 立法是一件既花钱又花时间的事 这过程中的大部分经费 都是由林子强个人支付的 他并不介意个人的付出 然而 用林子强最痛心和失落的是 他所遭受的 来自华人同行内部的攻击 此时 林子强选择了 择善固执 因为林子强坚持 他自己现在做的事情 是正确的 有一些人呢 就说 他不愿意啊 就说 还有一些说 在报纸上骂我 林子强 中医立法始作用者 他们始作用者 他们可能 是不是他们觉得 一立法之后 很多人就觉得自己的学历 或者他自己不对 对 那封写这篇文章的人还没有了 他就说 以前不立法不好 谁都可以当医生 都要当中医 现在立法有 这个又不行 那个又行 你拿立法来干什么 听过这话 您现在什么感受 你也觉得很难受 很难受啊 这样是说明 一些人心里无私 你要明白 我跟大家说了很多 我跟他们说了很多遍 你们现在政府给你们做 并不是等于永远的 有一天法律一来 你们全部都没得做了 所以有些人说了 是自我者量 不自我者为我幸福 为了给中医证明和立法 林子强先后共与四位联邦卫生部长 七位维多利亚州卫生部长 一位西澳卫生部长 四位联邦药管局长多次打交道 不断与维多利亚州及联邦政府 众多议员的沟通 直到2000年5月 维多利亚州议会 终于正式通过了 维多利亚州中医注册法 即便是这样 林子强和他的同伴们 还是没有停止为中医立法努力 历经11年 才在2011年7月18日 使得澳大利亚联邦中医法通过 正式承认中医与西医及其他联邦体系 有同样的法律地位 在2012年7月1日前 完成了对全澳大利亚的中医式注册 那像这个我看 现在像澳洲整个国家 拿到这个证书里 美国统计有多少中医 现在目前来讲应该有三千 两千多的地方 由于在澳大利亚中医的立法过程中 林子强的突出贡献 他被媒体称为澳大利亚中医立法之父 2001年 林子强获得了澳大利亚总理颁发的杰出贡献奖 2006年 被世界中医联合会授予首届国际中医贡献奖 林子强新手 也成为中医进入西方学术殿堂 以立法方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第一人 就在去年 林子强成功地降低了澳大利亚法律当中 对于中医的英语要求 只要医患双方能够沟通签署一个声明就可以选择中医就医了 再一次提高了华人医生在澳大利亚的行医地位 好 今天的华人世界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